一定会成为孩子生命中的贵人 恭敬接下青天白云制服 深圳教练会有田丁 老师我要去陪伴孩子成长 我要去教育他们 就像袁老师教育我一样 说的每一句话 或许都会成为孩子中 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一句话 永远是那么正向 永远是那么积极和阳光 他的最一里光又把我照耀了 试图相互学习 也有母女一同来承担责任 我跟我妈的关系很奇特 她是我的妈妈 也是我的老师 又是我的同学 然后今年非常的幸运 我们两个同时受福 我入了比较多环卫工人的家庭 真的是见到了很多的 他们的艰辛 所以我就感觉自己 真的是很幸福 今年深圳慈祭家庭新受证委员 教练会老师就占了三分之一 那我们在协力承担 在户外承担 在慈善 仿式 环保 这个教育 这个四大事业中 我们基本上都有老师的身影 而且现在看来教练会的老师 还是应该说是很勇猛精进的 回首当年2012年回台取经 至今已经办了90厂读书会 两岸人文教育交流研习会 更是座无虚席 真的是给我们传经送宝 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好的经验 而且还通过他们的一些实践活动 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这个 禁私与教学 还有很大的一个成长空间 家庭我班上三十个孩子 我就可以在后面影响三十个家庭 那这个你看到自己 可以有这么样的影响力的话 我们要非常的谨慎 同时我们也会珍惜 从教室走向社区 有爱的教育能让社会更有原文 大爱新闻珍珍美志工叶伟 廖建荣 戴新鸣 网络报道